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 末了,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妻而生的人一般,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图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 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 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 出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在它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 再后,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予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因为经上说, 神叫万物都扶在他的脚下, 既说万物都扶了他, 明显那叫万物扶他的不在其内了。 万物既扶了他, 那时, 子也要自己扶那叫万物扶他的, 叫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主。 不然, 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 若死人总不复活, 因何为他们受洗呢? 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 弟兄们, 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 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 我是天天冒死。 我若当日向寻常人在以夫所同野兽战斗, 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你们不要自欺, 滥交是败坏善行。 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要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我说这话, 是要叫你们羞愧。 或有人问, 死人怎样复活, 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无知的人啊, 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子粒, 既如麦子, 或是别样的骨。 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 凡肉体各有不同, 人是一样, 兽又是一样, 鸟又是一样, 鱼又是一样。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但属灵的不在先, 属血气的在先, 以后才有属灵的。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 乃属土, 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那属土的怎样? 反属土的也就怎样? 属天的怎样? 反属天的也就怎样?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 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煞时眨眼之间, 号筒莫测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这样子是有换不高血, 反正的意預防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